自我调整 我们生活在一个蜕变的世界上 但是很少人理会这一项事实 一个人不应该环顾地 保守着古人和祖宗传下来的风俗传统 习惯和信仰 以为人一定要永远遵从古老的传统 如果人的思想这么狭窄 这样社会就没有进步了 传统的风俗都有些是好的 但是我们要看 这些古老的传统风俗 和现代的社会能否融合 在另一方面 家长和长辈 能够接纳下一代的摩登生活方式 他们总希望子弟们 能够遵从旧的风俗和传统 但是这个并不是一项值得采纳的良好态度 只要是武害的 我们应该让子弟们与时代并进 做家长的应该记得他们自己年轻的时候 所过的流行生活方式 也都为自己的家长们反对 保守的老一辈 和时尚的新一辈之间的冲突 对社会的进步并没有好处 如果子弟们被新的风气引入祈祷 那么做家长的就不应该猶疑 去纠正并引导他们 我们需要常常学习 容忍他人的见解和风俗 即使我们并不喜欢这一套 容忍并不等于接纳他人的意见和理想 每个人都是世界人类的一份子 对世界何虚何从应该负起责任 社会有没有成为更富人情味的场所 就关系到自己 他要自问 他的作为 有没有使社会的秩序更加良好呢 这种道德的观点 激励人对生命 采取端岩的看法 这样的人生 才有真正的快乐 我们不满现实 才会带有建设性和值得加许 才能够快乐地采取行动 来到改进现实 不论别人对你的议论和说笑 是多么的苦劫 你都需要明智地 以讲笑的方式 来到答复他们 而不是跟他们争吵 你参与游戏的时候失败了 不要发脾气 如果不是 你会扰乱别人的兴致 招致自己完全失败 你不能够纠正世界上每一个人 使天下太平 正如你不能够移走全世界的石头和荆棘 使到所有的路径平坦 要走得平坦 就要调教自己的一双鞋 如果希望得到内心的和平 就要学习控制自己的感觉 有很多方法可以纠正一个人的错处 在公众场所批评他 谩骂他 或者励声责备他 是并不能够纠正他的 由于批评他人 很多人替自己制造了很多仇敌 如果你能够善意告诉他 目的是要纠正他的错误 他将会听你的陈述 有一天 他会感激你的指示和好意 每当你要表达你的意见 是关于某事物的时候 不要用那些会伤害他人感情的字眼 你可以很温和和文雅 很牵迅 礼貌 或者很圆滑 周全地表达你的意见 当你的错误显露的时候 就不要发脾气 不要以为任性和吵吵 可以隐藏或者克服你的短处 你不应该揭露朋友 告诉你有关他的秘密 即使你和他不是好朋友 都不可以将人家的秘密泄漏 如果你泄漏了人家的秘密 人家将会看轻你 永远不会承认你是一个诚实可敬的人